原标题 而且原本满族人就对汉人是有一种歧视的心态 所以对于汉人来说能够作馆 甚至是做出一定的名堂来 那是难上加难了 而若是一个汉人成为了军机大臣 还能够得到皇上的称赞和赏识 那就是凤毛临角了 尽管这样的人是非常少 但是依然是存在的 比如说约敏中 乾隆时期与敏中施首席军机大臣 同时还深得乾隆之心相当上是他 通常情况下 因为满洲人的掌权 汉人即便是当上了大臣 在朝廷当中也是抬不起头的 他们无法在满洲贵族当中 将自己与他们放在相同的位置 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 只会让他们成为大多数人攻击的目标 那么他们就更不可能得到皇帝的赏识了 在所有的汉人大臣都选择明智保身的时候 只有于敏中没有选择与众人一般第三下四和赫于凤城 但是很多人都知道乾隆自封为千古一帝 对于凤城他是欢喜的 这么看于敏中完全就是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但是他最终确实得到了乾隆的喜爱 这又是为何呢 作为江苏金潭人的于敏中 出身也不低 尽管他是个汉人 但是他的祖上有很多都在万历年间 顺制年间成为过近世 除此之外 康熙年间 其祖父也因为文笔相当好 文明于朝野上下 后来还被派去学政 其父亲也是有了一身的才华 在宫中曾经参与过编撞康熙字典等知名书籍 地位可见一般 在这样的家庭当中长大了于敏中 自幼也是学有所成 在文学上的造诣匪浅 他第一次参加乡试就非常轻松的重聚了 后来更是在会事里也成为了第一名进士 他进汉林院当职 还是乾隆钦殿的 不过清朝的许多 汉林院当职的人 最后都会被派去地方当一个小官 可能一生也就这么平平淡淡的度过了 而与敏中却不一样 他在汉林院待的时间有七年之久 甚至多次得到了皇帝的家赏 深得其喜爱 很多汉林院里的官员都是待了没几年就被派走了 为什么偏偏只有于敏中有这么长时间的任职期呢 当时许多满人虽然在绅士和血统上属于满洲人 但是他们的文化以及生活习惯都已经被汉化 早就已经不懂自己民族的文字 甚至有一些王公大臣也对汉文化痴迷不已 终日沉浸于研究汉文化中 而根本写不出一个满文了 对于这样的现象 乾隆自然是感到非常的不满的 但是其心中的交集却没有办法解决 当自己民族的语言都丢了 那么这个民族还能够立多久呢 于是他规定只要是八起子弟都必须参加八起科考 我国古代的考试多种多样 对于不同的要求 科目也是非常的烦 杂的 不过大多数考试的内容都还是偏向于儒教经典等内容的 而八起科考则不同于其他考试 他属于满洲人的考试 要求就是需要会写满文 这明显是乾隆为了保护其民族文化的一个无奈之举 为了能够增加这个考试的严格程度 他规定 如果八起子弟不能够通过考试的话 那么其家产就不能实习 除了这些之外 乾隆还要求汉人大臣 也必须学习满文 尤其是汉林院的官员嘛 如果学不会满文 那么就不能够继续留在汉林院工作 这个要求摆明了是在说 如果你学不会满文 那么说明你对于我这个皇帝都不够忠心 而且原本汉林院的那些官员都是一些文员 但倒连一种语言也学不会 那就有点太荒谬了 于敏忠则是学习满文中的佼佼者 他非常熟练地掌握了这种语言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才让乾隆对其的喜爱程度 远远超过了其他人 甚至还认为他就是效忠于他的典范 并且下令让所有的满清人都向他学习 除了学好了满文 讨得了乾隆的欢心之外 于敏忠还是个非常会拍马屁的人 再加上其十分的会察言观色 所以他每次拍马屁都正好拍在了乾隆的心坎上了 后来于敏忠做了护部侍郎 派遣到了军机处 主要负责的工作 就是整理和记录皇帝所写下的文章和诗作 乾隆在诗文上的造诣 如何尚且不谈 其灵感还是非常的多的 他可以说是历史上诗篇最多的皇帝了 一生写下的诗作 足足有上万首 有一天清晨 皇帝在御花园散步 写诗的灵感就这么油然而生 一口气就写下了七首诗 还口头阐述了两篇文章 但是乾隆只是随口这么念了出来 并没有记下来 但是于敏忠这个时候就在御花园 把乾隆口头念出来的这些诗篇 全都记录了下来了 上交给了乾隆 乾隆认真阅读了于敏忠上交的诗篇 发现和自己早晨念出来的 是一个字都不 差 也是从那之后 皇帝对于于敏忠的喜爱 也是越来越多 甚至还让他做了首席军纪大臣 后来 于敏忠患病 卧床不起的时候 乾隆还专门请御医来为其治病 在他病重难起的时候 他还派和身伴随自己随时探望他的病情 还时不时的赏赐他一些人参等名贵药材 为其做事等等 乾隆四十四年 于敏忠最后还是因病去世了 说起于敏忠死后悔育的事 这牵扯到乾隆时期的 一庄大案乾隆四十六年 一庄冒领赈灾款中保私囊的官员集体贪污案件被揭发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 处死将近百人 冒阵贪污银款达二百八十一万一千三百五十余两 涉嫌此案的干省贪官无一漏网 这件大案引起朝野震动 后来乾隆发现 酿成这桩贪污案件的不是王胆袋 而是不久前过去的于敏忠 乾隆对于敏忠很有好感 于是承认了自己的失误 却将于敏忠的罪行轻描淡写掩盖过去 他饱含深情的邪说 于敏忠宣言历久 且已深故 朕不忍追至其罪 就这样 乾隆再次手下留情 放过一个大贪官 成全了他万古的美名 乾隆对贪官似乎格外宽游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